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儿 孩儿再给爹弄个状元回来 再娶回个皇宫里的公主 所谓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为什么 爹给孩儿取名金榜 就是为了这个 不错 爹 孩儿饿了 我去取四书五经 你再给我背诵一篇圣贤之文 我便让你吃饭 不依如此聪慧 你却如此不孝 你说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呆子 不依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待会我爹来了 你可要帮帮我呀 快快快 爹回来了 确实奇怪 四书五经巨都不见 却找见了四大家的识文 定是不依拿去了 不依聪慧 尤其用功 爹的意思是 亲儿子换成不依就好了 你爹 我要是有那个福气就好了 就这篇吧 学儿实习之 爹 这孩儿哪能背得下来呀 混账 从小吃字 爹先教你的便是论语此句 相识会事 无不同四书破题 哪一句都要能做出八股识文 不然如何能够考好 我背 学外无说 得其至只知道而已 这是破题 接着成题 不学为苦人之据 责人何事学也 自为其劫后 而以旧学 可忽 这篇诗文 好久没有温习 尚能济之 总算有心哪 爹 你儿子哪有这记性啊 你说什么 爹 又上不宜搁的当了 没个正经 那边 五一啊 相识在即 你也要读温习书才是啊 伯父大人放心 不宜懂事 五一啊 不跟金帮抢状元 胡说 你不跟他抢 他就真能考上状元了 伯父大人 不宜若是抢了 那金帮上就没金帮的名字了 到时候 伯父大人还不杀了纸 我不杀你 我让你爹杀你 我爹回来了 不宜哥 今天你做了好事 不用怕你爹 谁说我怕我爹了 不宜 不宜 我问你 诸子四叔和成铸五经 是不是你拿去了 不宜卖了 什么 爹 不宜哥今天需要钱 那也不能卖书啊 那书是杨叔叔的 又没有卖你的书嘛 我跟你杨叔叔又分什么彼此啊 可这四叔五经 金帮随时要用啊 你 伯父大人别着急 您说金帮要用哪一段 不宜给他背血出来便是 你的能耐越来越大了 爹 杨叔叔 你们爷俩都是说冒就冒出来 杨叔叔 你把书弄哪儿去了 卖了 卖给谁了 一户姓陈 一户姓刘 还有一户 姓客 姓客 客家老爷很大方 一套金书就给了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 一百两 你这不是买卖 你这是欺占吗 话也不能这么说吗 这有买才有卖吗 你 别说了 卖下 天使 算了算了 明日 再让他赎回便是 可还能赎回来 不能 为何 儿子已经把钱花光了 什么 我的小祖宗 那是一百两啊 你爹一个月的先锋 不过五两银子 你是如何花的 爹 杨叔叔 不一个不是为了他自个儿 金智 不许说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竟然打死你 那你就打吧 杨叔叔 天使 杨叔叔 杨叔叔 你说不说 不说 杨叔叔 让你不说 让你不说 杨叔叔 你别打了 他不要再忍悔的 杨叔叔 你我不去 可他是为你花的 金智 说好了不许说的 杨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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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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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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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殿下 一道京师 哪儿也没去 先来看你 被侄受宠若惊 你起来吧 今儿 我先住你这儿 好 婴儿 你去安排一下 是 孩子们都长大了 卑职也老了 我那三弟 恐怕也长大了 陛下也更老了 所以 父皇想儿子了 总算让我回京了 还有 杨连 他会官赴原职 为了财政的事情 你也这样想 说要修缮两宫三殿 户部却拿不出钱 朝城门飞断流畅 陛下恐怕要扬帘整理财物 这几日卑职一直在想 我等在江南覆水上 动的手脚 会不会 惊动了谁 大殿下回来那就好了 不是为了这个 父皇 对赴税上的事情没兴趣 那为什么 你刚才说了 你说 陛下也更老了 父皇今年 七十六了吧 殿下的意思是 他要安排后事了 那让杨连回京干什么 婊子也要立牌坊 杨连和东林党 就是他的牌坊 我也是人还在 心没死 十六年前 卑职和魏公公为了大殿下 听而走险险想还生 可陛下老谋深算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都不过他老人家 当年是我心太软 我只想杀小的 没想杀老的 大殿下 使君之罪 罪莫大焰 万万不可 我 我只想让他把皇位交给我 大殿下以为 陛下定然会立三殿下为太子 你也怕这个 不 被侄 没什么可怕的 江南赴税 江南赴税 潜伏三有其一 你 金一位 原来 不是家奴 却是家贼 大殿下说笑了 锦一位 由江南征税 那夫之权责 全靠大殿下 请旨恩赐 所以 只有我承继大统 这种恩赐 才会绵延不绝 要不然 这么多金子 压 也会把你压死 大殿下一路辛苦 早点歇息吧 你告诉魏公公 是我回来了 是 被侄会转告大殿下的意思 一切从长记忆 你 当年 你不是这样说的 当年 当年 臣 领指谢恩 爹 爹 爹 儿子很担心你 这世上 只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有一种人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也有两种不同的悲剧 一种是得不到他想要的 另一种 是得到了他想要的 得到东比得不到强啊 儿子但愿爹从来没得到 这个地方不安全 宁儿 还有更隐秘的地方吗 最隐秘的地方就是那地方没隐秘 给我 不给 不给 我再给你我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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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毒丸如何炼制的 能让人死了又活 这么多年 我可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啊 是我舍不得让你死了 这可不是锦衣卫的规矩 鸡衣卫一向最爱惜人才 你比如说 杨天石一再与我不同心同德 但我仍旧还留着他 小燕天 家人知道你的底细吗 我可不想让我的家人 整天都被我提心吊胆 诗书耕读 这地方不错呀 快没了 你可以不干 我不想干 但又不能不干 我是锦衣卫 再说 我在这深山里早待会了 好 好 我这次来 就是要你出山 那有何劳大人亲自进山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亲自来办理 你跟我来 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打开 怪物的大人亲自要送 这有一箱是你的 钱宁处理此事应该更合适 不 有些事情 我也是从来不让家人知道 这东西要人的命 比刀子还快 有些事情 还是知道的人太多 知道的人少了三个 还有三个 已经满了补仪十六年了 孩子大了 梦 concise 终臭 无级 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都让我慢慢来呀 这爷俩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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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请安划 咳� 请不吝点赞 鲙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传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不好 骗给我起这么个名字 这名字好啊 好个屁 一旦金榜提名时 然后怎么样来着 怎么样 洞房花竹叶 去你的 看我不打你 来啊来啊 追我啊 来来 站住 不一 你爷爷在哪啊 都说守善书院 平台楼阁 别有洞天 果然是诗情画意 赏心悦目啊 不一 见了你爷爷 可别忘了说我的事啊 若是闲时月夜 观此以你风光 倒也别有一番风情 你怎么不着急啊 你看呢 既来之 则安之 我爷爷若是要召见于你啊 他定然会派人前来叫你 你就让我进去吧 前都两个 你如何放他们进去啊 他们有名次 那名次也有我一份啊 他们是男人 我也是 你看出来了 再不走 我要打人了 死闻之地 丑汉把门 真是见鬼了 你是谁 你要进去 我两个哥哥 他们都在里面 我来帮你 嗯 你比我不一个还有劲呢 请 你托我一把 姑娘 你 你也看出来了 你还上不上去啊 这成何体统啊 你这是看出来了 你还这么拖着我 姑娘此言诧异 并非我要托举姑娘 是姑娘让我托举的 那 那我现在要下来 那姑娘就不上去了 反正 你使劲吧 我上来了 我上来了 你也要上来啊 你没事吧 没事 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黄 哦 怎么了 金枝 布宜哥 金板哥 金枝 终于找到你们了 这是我刚认识的一个哥哥 他姓黄 原来是黄兄 幸会 幸会 相 实在是太相了 断鹤粗符式仪 高官薄袋式仪 金钗锦裙式仪 花团锦簇式仪 任他衣冠楚楚 怎比得上眼前的布衣 我以为 这我爹穷酸呢 原来还有更酸的 老天爷 我就怕这个 我说 这位黄兄啊 我这个金枝妹子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布宜哥 你敢出我的床 穷枝玉树 长林蜂草 花红柳绿 春兰秋菊 何等花枝我都见过 就是没有见过金枝 你 刚才的事 不准说 遵旨 哥 咱不跟他们在这里穷酸了 走 布衣兄 你我一见如故 不如借一步说话 皇兄请 请 布衣兄 这里是守善书院 京都守善之区 不知布衣兄到此何干 我爹是锦衣卫 祖父今日回京 我爹要我在这里迎候 秦兄 未北春天树 江东日木云 秋水依人 情生骨肉 双鹿之丝 我也感同身受 皇兄也有亲人在外未归 是我生母 在我强暴之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怜 黄黄勝誉在此 你还不听轩吗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古弓之禅 沉心四水 虽不移江南 由全马链主忠贞守望 托御前大学是杨怜 抵规旧府官府原职 六部九卿西归统领 朕有大妄言 君子 臣灵旨谢恩 杨大人请起 你是 他姓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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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皇子朱游相 杨大人万万不可 三殿下 亲贤审恩 老朽感激莫名 杨大人功高望重 大明江山有福啊 三殿下 想起当年之事 当年之事 杨大人一补大功 为谨为德 父皇义势然于怀 游孝虽然年幼 可杨大人无私之胸怀 常听父皇念及 今日见到杨大人 从此同朝为臣 还望杨大人不吝教诲 三殿下能这样想 大明江山 才真是有福了 杨大人 我还有一个不请之请 三殿下请讲 不依 你来 草民不依 叩见 杨大人 请允许我与不依 结为兄弟 万万不可 三殿下 老修 知你秦重于衷 然尊卑 必尽有别 杨大人过于拘泥了 若非你早来一步 我和不依 已然结伴 可不依 一介不依 杨大人的意思 是要我请父皇 另颁恩旨 让不依 脱下这身不依 不可不可 不依 少寸心之功 不可坏了朝廷的体制啊 那便是了 今日不依是不依 我这个不依 却是稍重吉士 两个不依 结为兄弟 机会实在难得 杨大人 你就隐了吧 孩子 终归是孩子 多谢杨大人 朱游孝 杨不依 皇天后土 太世山盟 生物同亲 子愿同学 低肝力胆 患难与共 但为子愿 地灭天诛 以后咱们就是好兄弟了 多谢杨宫 三殿下 凌声 参见父亲大人 杨家三代终于团聚 可喜可贺呀 天师啊 锦书还好嘛 还好 小爷 喂 公公 杨大人大喜呀 特殊 征服 小爷 陛下有旨 请小爷立刻回宫 公公稍候 看到了吧 一入宫门全无自由 为兄那真是羡慕你啊 三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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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不宜之交 全没指望 殿下 三殿下 你何时想玩 就来找我们 一言为定 不宜 我还是想当锦衣卫 啊